大家好,我是焦东小王 今天过来修一个美丽的便宾空调 露浮了 这个吸管的喇叭口露 重新做了一个,换上了 现在正在抽真空 由于我的真空被朋友借走了 所以车上有个压缩机被 修冰箱用的 现在拿它来抽真空 效果一样,就是慢一些 硬个急是没问题 压力也能抽到负压了 现在抽了10分钟 也能抽到负压 所以用这个半 打压抽真空都是可以的 就是流微慢些,没有真空门快 一会儿抽完了 加上制冷剂就可以了 410的冷媒必须抽真空 里面虽然还有一半 但是全部放掉了 现在正在加浮 410A的必须加液体 头朝下加 刚才加到静态压力 然后开机 继续往里加 加液体 这种天气室外30度 加到8个半到9个压就可以 现在加到7个压 再开开表 再继续加 加到9个压就足够了 也没有加管 原机的 因为加的液体嘛 运短一会儿压力有可能会上升 所以咱们等一会儿 别着急 运短了一会儿 现在接近9个压了 有一家的液体 所以运短一会儿压力有所上升 这样这台漏服的空调就维修完毕了 好了 本期的视频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请点赞 关注转发 咱们下期再见